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另外呢 我觉得很好的慢慢就是我来操练一个功课 就是真的是把我跟我的先生提前 比如说供养双方的父母亲 我们每年有多少的预算是给他们 提前就把这些的预算供养预算讲好 然后呢 讲好了以后呢 你要记得 讲好了以后 比如说先生要给自己的妈妈钱的时候 那你呢 就是说再加一点 你知道就是说这个不需要加很多 你就说再多加一点 妈妈一个人生活可能她还需要更多 或者是给谁在旁边 我先生的这个姐姐们 我们都没有在身边 他们都在身边照顾我婆婆更多 我们就再给她们有一些的礼物啊 有一些什么 就是谢谢她们帮 就是在照顾妈妈存在这个责任啊 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 如果 这个就是慷慨了 就是刚才李牧师也讲到 就是说 你慷慨一点 其实也 我觉得这个最容易的 就是拿钱的人 最难的就是在身边照顾的人 真的 这个真的是 所以每次我们都很感谢她的姐姐 然后呢 拿钱也多拿一点 然后呢 这样的话呢 就一家人都好相处 不仅仅是婆媳之间的关系 周里之间的关系 大夫姐之间的关系很复杂 你知道吗 你不可能单纯地处理婆媳关系 其实你是在跟一个家庭相处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面面俱道地 去照顾每个人的需要 那这是我慢慢慢慢学到的功课 我们也结婚了20年了 就是慢慢地学习 那一开始的时候就是 各种的这种在关系里的冲突 然后从每一次的冲突里学功课 注意的就是不要把一个冲突 变成一个更大的一个结 就是死结 结在那 我看到很多家庭就一个小结 然后不断地打结 打结 打 最后像滚雪球一样滚成一个大结 就很难解开 所以有小结的时候你发现了 那就赶快去解决这个问题 小的开始 万事企图难 这个结可能很复杂 很大了 整个大的雪球 很多的这个像一个 tumbleweed怎么办 球主让我们看到哪里是可以容易着手的 怎么跟夫妻一起来为这个祷告 怎么来去面对的 如果先生还是妻子不是基督徒 挑战更大 就像Lina老师说可以找一个弟兄还有一个姐妹 从性别的跟你一起来为这个来祷告 不容易怎么陪伴 可是从小的开始 然后另外一点我想讲的就是 李牧师刚刚说你多给多慷慨 Lina老师也说我们家里也是这样子 也是说可以多付出 主人是我做婆婆的 也是怎么多可以愿意多煮的 多帮忙的 当然孩子有界限 不要越过于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怎么慷慨 就像我们几十年来做父母是一样的 对孩子时间的 还是他们的需要 就方面怎么慷慨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叫law of reciprocity law of reciprocity 当你越愿意付出给对方 虽然我们不是说有条件 我要付出有什么的期待 让对方也要回忆 会不是这个意思 可是当你越利他 绝对的 无论在职场或者家庭或者教会 自然也会肯定 我跟你保证 我自己经历到很多 所以越付出 越以基督的心为心 就是明镜让我们去思考的 你又会蒙福 又会得到